数字幕作词 这是多少钱呢 15元 这一锅多了 几十斤多 有油炸 有肉 有肥肠 还有植物 有青山圆子 有冬雨 还有对芝蕾 这个油炸店看了22年了 反正就是油炸为主 吃饭主要的是吃米饭和小酒为主 那小伙伴一起来就吃米饭 吃米饭吃面条 为啥有这种文化呀 这是一种我们这里的一个习惯吧 别人早上就睡也回来 赚点小钱喝点小酒 那还干活吗喝完酒 喝完酒肯定干活的 喝了吗喝点酒就再去干活 我是禅猫一个每天被美食叫醒的女子 在湖北呢有几个非常奇怪的现象 就是早上吃米饭和早上喝早酒 然后这两点呢 在我现在所在的小镇上 全部都已经站齐了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 是湖北省当阳市的合荣镇 在这个汽车站过了一个小桥的位置 这边呢有一家牛杂馆 开了非常多年 算是当地的一家老字号 然后当地的人早上都会过来 吃一碗牛杂喝一碗早酒 就现在身后这个车水马龙的地方 就是他们这个集市 后面有很多早集 现在呢是早晨6点钟 然后呢我要带你们去感受一下我们 和荣镇独特的早酒文化 下面跟我的镜头一起去看看吧 早晨三茶 企丽叶 茸美 空这 dome beats EVET ,这是酒吗 没有酒 喝茶 用粉茶 提粉 真酱 请 你带了 religious 请 还算是我的车很好 啊 这2分牛杂 regard 这个肉 mesma 店素 Paleo ,有多少钱啊 这一份 两个油炸一个鱼肉 两碗小时 还没吃一碗饭 还没有吃一碗饭进去 一两碗饭 先把酒都喝了 一花酒一碗 是不是豪华饭的 豪华饭 拿钱拿钱 拿钱 就所有的都点了是吧 他们家的 都没有鱼了 好 还有一个冻鱼没有了 喝的是白酒看的像水一碗 这个是水一碗 看的就很大一杯 早上就喝一杯 两杯 两杯 两杯喝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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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挺好的 你想哪个电纱 想鸡肉表 想鸡肉表 往上 往上 你这要上鸡肉 这大部分 好吃的来啊 好吃的来啊 下次有何种玩意啊 有天啊 好吃的 好吃的 你们平均就是几天过来喝一次 早酒吃一次 每天早吃 每天早吃 每天早上都过来 说的有多少钱 人家有100多块钱 早走 一百多元 那也还好 人均用力 一百多元 一百多元 那也可以吃得很好 对 这个是什么园子呀 猪肉的吗 对 猪肉园子啊 不要烦吃不要喝 哦 先把手挣出来派朋友圈 我是不是应该搞点酒啊 好 好 今天呢 我就不喝酒了 就是以茶代酒 然后来感受一下当地的这个早酒文化 然后点的呢 就是相当于一个人 你看就是一份经典的 拿荷蓉必吃的荷蓉牛杂 还有一个圆子 还有一个蒸鸡蛋 再加上一个米饭 其实我一般很少早上吃米饭 然后来这边真的是司空见卦 早上就吃这么好 还有点不太习惯 里面放的是蒜和小香葱 这个牛杂是那种非常入味的 那种辣味的牛肠 这个就是圆子啊 他们家也是限量的 每天到九点钟就没有了 所以要来的比较早 才能吃到这个圆子 先喝一口这个白汤 非常鲜 非常鲜这个汤 里面是木耳和圆子 蛮多的 有六个 木耳打底的 里面是这种鲜肉的 和龙牛杂 这一份是15块钱啊 物美价廉 这么多牛肠子 给的非常实在 还没给我搞咸菜 咸菜是不是配这个吃的 咸菜啊 我就可以了 好像少了一点咸菜 就是宜昌这边口味 还是有点偏四川 就是非常辛辣 红这个牛杂也是红油汤底的 好 谢谢 这个咸菜在宜昌地区呢 都会配这个 是免费的 这是当地的雪里红 然后还有这个小榨菜 免费的随便吃 然后特别下饭 一般早餐店都会有